随着时代发展,很多词语的意思都在悄然发生改变 就比如反贼这个词,在古代指的是叛国者 在当代则成了敢于表达意见的爱国者的代名词 只有真正爱国且不惧怕铁拳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反贼 当然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史上最强反贼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是小明 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1694年11月21日 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 又添了一个小男婴 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 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里·阿鲁埃 小阿鲁埃出生的时候身体异常虚弱 保姆经常预言,这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 但或许是多亏了保姆这口毒奶 小阿鲁埃最后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到了84岁高龄 没错,他就是后来法国启蒙思想界的泰斗,福尔泰 在贵族僧侣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 福尔泰的家庭只能算市民阶级,也就是第三等级 但福尔泰的母亲其实是有点贵族血统的 父亲老阿鲁埃则当过皇家顾问 做过巴黎夏德莱去的法律公正人 还担任过沈医院的私务 所以他们家虽然属于第三等级 但也是能从这个社会中分到一点蛋糕的既得利益者 不然也不可能住到京城三环以内 所以他爹从小就教育他 要想将来混得好,你就得顺应社会 你只有顺应社会,不跟社会对着干,才能分到蛋糕 咱可不去管社会上那些看不惯的事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让别人都羡慕就行了 老阿鲁埃作为一个务实的公务员 自然是感觉不到任何来自社会的压迫的 他就觉得呀,你要是觉得社会压迫到你了 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我怎么就没感觉到这个社会压迫到我呢 然而老阿鲁埃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少年 和循规蹈矩的父亲完全不同 福尔泰从小就思维活跃,才华横溢 既不想学神学,也不想学法律 而是想当诗人,还从小就喜欢读反书 就比如因为批判天主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的 比耶尔·贝尔的著作 诗人的灵魂自然是浪漫而自由的 然而当时的法国社会却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 那就是确立路易十四统治核心地位 确立路易十四对法兰西的指导地位 坚决维护路易十四的统治 坚决维护波旁王朝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这种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背景之下 福尔泰自然无法施展出全部的才华 一发表文章就被封号 很快就感到了社会的压迫 所以这时候呀 他就和他根红苗正的父亲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老阿鲁埃担心儿子会祸从口出 给家庭带来不幸 于是呢就安排他出了国 在法国驻荷兰大使馆里当差 老阿鲁埃此举啊 其实是希望福尔泰能接受体制内的驯化 变成一个安分守法的顺民 但是了解历史的小伙伴都知道 荷兰是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 当时的法国还是封建君主专制呢 但人家荷兰已经是资产阶级共和了 所以老阿鲁埃把福尔泰送去荷兰 就跟把朝鲜人送去韩国一样 回国之后反而战斗意志更强了 于是老阿鲁埃又通过熟人关系 先是把福尔泰安排进了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见习律师 后是把他安排在贵族身边 接受主旋律熏陶 然而老阿鲁埃越是想控制福尔泰 福尔泰就越逆反 终于老阿鲁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1715年 路易十四驾崩 年仅五岁的路易十五登上王位 荒淫弥烂挥霍无度的奥尔良公爵 则当上了摄政王 福尔泰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连写好几首讽刺诗 讽刺奥尔良公爵 还以法国将要灭亡 作为诗歌的结尾 摄政王自然是勃然大怒 于是福尔泰喜提十一个月的 有期徒刑 被送进了巴士底域 一般人挨了铁拳之后 就都变老实了 然而福尔泰挨了铁拳之后 战斗意志却更强了 不但在狱中继续写反诗 还创作了悲剧代表作 俄底普斯 表达自己的委屈和悲愤 以及对神明和权威的唾弃 1718年11月18日 俄底普斯在巴黎首次公演 人们听说作者是反贼 还刚从巴士底域释放 都出于好奇来观看 就这样 福尔泰因祸得福 才华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作品大获成功 一夜成名 据说福尔泰的父亲 老阿鲁埃也去看了演出 悲喜交加 老泪纵横 最后抱着复杂的心情 在1722年留下一大笔遗产后 离开了人世 此时的福尔泰 财富和名声已经都有了 要知道大部分人 一辈子的追求也莫过于此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 他应该没什么可不满的了 然而福尔泰却并没有 安于轻松惬意的生活 而是继续用笔杆子 向当局开炮 法国当局自然是 将他视为眼中钉 但福尔泰非常懂得 骂人不带脏字的艺术 所以当局拿他也没办法 直到1726年 福尔泰得罪了一个贵族 当局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 把他第二次送进了巴士底域 一年后 福尔泰又被驱逐出境 流亡英国 很多人可能觉得 你都二进攻了 也该消停了 然而到了英国后 福尔泰的战斗意志 却不减反增 当时的英国 已经通过光荣革命 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 君主立宪制了 所以见识到英国的 社会制度之后 福尔泰更是坚定了 自己如法的决心 之前他还只是写写反思 讽刺丑陋的社会现象 但是到了英国之后 福尔泰干脆 直接对法国的制度开炮了 从文艺界跨步到了政论界 并且在三年后 一得到法国当局的默许 就立刻回到了法兰西 1734年 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信 大肆宣扬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就 抨击法国的封建专制 了解英法两国历史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英国和法国 那可是有着好几百年的深仇大恨啊 非要类比的话 大概就跟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差不多 所以福尔泰大肆赞美英国的制度 妥妥的就是在儒法呀 法国当局自然是立刻下令焚书坑儒了 就这样 有钱有名又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的福尔泰 又自己主动往枪口上撞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好在这一次呀 情人沙特莱侯爵夫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个沙特莱侯爵夫人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女中豪杰 通晓无种语言 在数学物理学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还是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一书的法文翻译者 所以她和福尔泰是一对情投意合 惺惺相惜的伴侣 而她的老公沙特莱侯爵也不是一般人 不但对妻子的遗情别恋毫不介意 还把自己位于西在镇的雷西别墅 给妻子和福尔泰使用 这侯爵就觉得呀 自己常年在外打仗 有个人能替自己陪着老婆还挺好的 更何况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呢 就这样 福尔泰和沙特莱侯爵夫人 开始了一段长达15年的幸福生活 他们一起研读牛顿的著作 做各种物理实验 还一起出国游玩 沙特莱侯爵夫人还到处托人找关系 通过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巴杜夫人的疏通 让福尔泰获得了赦免 回到了巴黎 甚至还进了凡尔赛宫 得到了贵族乃至国王的赏识 然而啊 幸福的生活最终还是因为一场不幸走到了终点 1749年沙特莱侯爵夫人因难产逝世 虽然很遗憾 但这也不能怪福尔泰 毕竟孩子也不是他的 而且福尔泰虽然失去了灵魂伴侣 也因此疏离了凡尔赛的贵族圈子 得以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启蒙运动中 当时啊 欧洲很多国王都喜欢给自己立开明君主的人设 笼络一些社会名留到自己身边 这也是福尔泰之前能进入凡尔赛的原因 君主允许异见人士存在 才能证明自己开明嘛 而且福尔泰又恰好是一个主张开明君主制的人 所以1750年 他又被以开明君主自居的普鲁士国王 菲特列二世笼络到了身边 此时的福尔泰虽已年过半百 但依旧斗志昂扬 以为自己能在菲特列二世身上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 菲特列二世跟路易十五没什么区别 就是个专制君主 只是在利用自己包装人设而已 于是福尔泰很快就把菲特列二世拉黑了 愤然离开普鲁士 跑到日内瓦一个叫费内的地方定居下来 日内瓦当局一开始不太欢迎福尔泰 毕竟此人反贼名声在外 要是带坏当地年轻人可咋办呢 但福尔泰却说呀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 已经不可能再对年轻人产生什么影响了 当局看了看他枯瘦小老头的模样 觉得有道理 于是福尔泰就靠卖惨成功落户了 然而事实证明啊 战斗机除非陨落 否则是不会熄火的 所以刚一安顿下来 福尔泰就又开始用化名写作了 他不停地在瑞士报上匿名发表文章 还大量印刷反动小册子 抨击天主教会和新教的种种罪恶 揭露专制政府草菅人命的种种罪行 他还跟观点立场不同的其他公知 在舆论场上各种撕逼大战 留下了很多人们议论至今的八卦 与此同时啊 他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 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并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写成新的论著 由于他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 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费内教掌 法国当局面对这么一个战斗机 自然是一个头两个大 然而此时的福尔泰已经是润人了 国王也鞭长莫及 只能不断查抄他的各种作品 封杀他的各种小号 1768年 巴黎高等法院把福尔泰讽刺封建专制的作品 有40金币的人全部查抄 并当众销毁 就连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抓了起来 但越是这样 人们越是疯狂地找他的作品来读 于是福尔泰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 成了欧洲文化界元老级人物 直到1778年 83岁高龄的福尔泰行将就木 才终于战斗不动了 此时的他只有一个心愿了 那就是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巴黎 于是福尔泰的贵族友人们 为了完成他的心愿 用卧室马车将他送往了巴黎 当到达巴黎郊外的入城关卡时 稽查人员照例停车检查 询问他是否携带了违禁品 而这位老人则幽默地说 这里除了福尔泰之外 没有任何违禁品 就这样 1778年2月初 福尔泰回到了阔别29年的巴黎 瞬间轰动全城 人们奔走相告 而福尔泰也终于完成了所有心愿 在几个月后与世长辞 灵鹊被巴黎人民永远地摆放在了先贤词中 福尔泰一生都在坚定地抨击封建专制 抨击教会 大声呼吁自由和平等 但他却又不敢像卢梭一样 坚定地说出主权在民 不敢像孟德斯鳩一样 大胆地说出哪种制度更优越 孟德斯鳩和卢梭都是典型的加速党 对封建君主专制没有任何的幻想 福尔泰却主张开明的君主制 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作为一个反贼 反的其实并不彻底 那么问题来了 福尔泰显然是一点都不怕铁拳的 那么他到底在怕什么呢 其实从福尔泰的故事中就能看出 法国贵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非常开明的 事实上很多启蒙思想家 比如孟德斯鳩本身就是贵族 启蒙思想最初也正是在贵族圈子中传播开来的 福尔泰的朋友也大都是贵族和中产 正是得益于他们伸出的元首 他才度过了充裕的一生 并且寿终正寝 另外在日内瓦时 福尔泰一直在从事慈善事业 为普通人谋取福利 还建了好几所学校 可见这个人内心是非常善良的 所以我觉得呀 福尔泰是害怕法兰西流太多的血 寄希望与法国能够像英国一样平稳变革 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他都不希望有人成为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中的那个代价 然而就在福尔泰去世11年后 法国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 走了最趋利拐弯的路 流了最多的血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而莫测 但又或许该来的终归会来